西方世界亡灵军团大肆杀戮平民 而且他们还有叫阿萨的大魔王 实力恐惧到让西方世界的人绝望 要消灭他 据说只有传说中的圣剑才可以做到 那么圣剑在哪呢 传言说是在东方 东方的玄德门弟子 不一一个长得圆圆胖胖的家伙 在和妖艳的独孤派弟子比武中 竟然发出了一招后 就直接认输投降 丢进了门派的脸 而看着长相帅气的玉剑门弟子迷虫 一把剑耍得很花哨 却中了妖女的迷魂术 整个人都呆在了原处 这下好了 迷尘和布依 两人各自丢进了门派的脸面 受到了处罚 被派去巡夜山 终其一生看守圣剑 这处罚不可谓不严重 但两人感觉啥事都没有的 成州过万重山 来到了巡夜山 在过万丈十桥时 就被巡夜山总教头千罪 直接来了个下马威 让他们除了剑 其他东西扔掉 但是迷尘手中的酒壶 却被千罪拿走了 他们抬头看向空中 空中好多漂浮着的剑 牛顿如果看到了这一幕 怕是要再死一次了 要下山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打败 喜欢上身不穿衣服 省布料的巡夜总教头 这可不容易 上去就是被他狂虐的份 与此同时 西方世界一群巫师 也在召唤布臣之船 在美女为首的巫师带头 对海引颂之下 一艘兽古林巡造型奇特的货帆船 从海里猛然跃出水面 想要圣剑 御剑门怎么能轻易交出呢 那就来场比试吧 很遗憾 西方那点歧视的手段 在东方人眼花缭乱的建筑下完败 不但如此 御剑门长老还直接表态说 以后这些西方武士 都不能靠近御剑门 为者杀无赦 急需要圣剑的西方武士 没办法 只能夜西巡夜山 想偷走圣剑 怎么也没想到 这原本不可能实现的事 竟然圣剑 还是被偷走了 你说这其中没鬼 就真的见鬼了 看守圣剑的弥陈和布衣 因为失职 被通缉了 圣剑被偷走 当然是有原因的 就因为那个来的西方圣女莉莉 让弥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咋样 这理由够霸道吧 不过 圣剑还是被 巡夜总教头给抢了回去 弥陈终究被圣女说动了 不管是迷恋 异欲美女美貌 还是被她真情打动 弥陈单人之剑 决定来抢回圣剑 为了报答巡夜总教头的传授武功之恩 弥陈活生生的挨了千罪三大铁棒 这让旁边围观的圣女莉莉和小美女阿恩都无法理解 为啥要傻傻的站着挨揍呢 看看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千罪的最后一铁棒 直接就砸在了弥陈的左肩上 弥陈手臂上鲜血淋漓 滴滴落下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弥陈挨了三铁棒 思想涅槃了 他说 他明白自己手中的剑是为了天下人而鸣 千罪被感动到了 放了弥陈和丽丽他们一行人下山 亡灵军团还是杀来了 巡夜烽火被点燃了 东方剑客对阵亡灵军团的大战一触即发 巡夜山上万剑齐鸣 饥可难耐啊 亡灵军团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投石机对着古城投出了石火球 甚至还派出了类似独角兽的怪物冲向前 东元高手出马回动剑气 那怪兽不是哥 直接就变做烤肉的备选 喷火的骷髅鸟接着就来了 在空中一边翱翔一边喷火 弥陈帅气上天 剑气不是吃素的 骷髅鸟就真的变做死鸟了 但是问题来了 东方剑客固然厉害 但是顶不住亡灵军团人多 只能选择撤退 迷神却步 他信心爆棚 他要擒贼先擒王 悲剧发生了 他的好兄弟不一 看着自己喜欢的美女阿恩走近 没有防备 被早就变做僵尸的阿恩给杀了 这都是贪恋美色的后果 不过他死前的表情 还有点挺享受的样子 大魔王阿萨出场了 一身黑衣黑甲的 将迷神莉莉 以及莉莉的武士哥哥 三人打得丢盔气甲 但是他忘了重要的一点 东方有东方的魔法 那就是剑气 圣剑发飙了 迷神手中的圣剑 发出了林立的剑气 直接就破开了阿萨的防御 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波 都差点把寻夜山宫给毁了 在东方放肆 光传说都能吓死你 什么魔王不魔王的 照样歪完